性价比还是智商税 我经常被问到某某产品性价比怎么样 能不能买 某某产品是不是智商税 某某二手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一名非常喜欢性价比的买家 但是我也担心买到智商税的产品 比如我当时在给PS5选硬盘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二手的三星PM9A1是YYDS 索尼自家的Next Storage 经常会被某些人称之为智商税 还有些认为800块钱的金士顿就够了 有的人却认为1600块钱的2T的海盗船是真香 而我最后选择了索尼自家的Next Storage 这么多的品牌 这么多的参数 到底该怎么选呢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年暑期我们出去玩 我去菜市场买了两个麒麟的西瓜 一块钱一斤 花了20多块钱 我们同事也买了一个麒麟的西瓜 它是从超市买的 花了40多 超市是3块9一斤 单价相差4倍 那各位是不是会认为 这个3块9毛9一斤的麒麟西瓜是智商税呢 后来我回老家 父母买的也是麒麟西瓜 他们买的是6毛钱一斤 在他们看来 我花一块钱买的瓜 是不是智商税呢 我没种过西瓜 也没卖过西瓜 不了解里面的道道 都是麒麟西瓜 外观和个头都差不多 看上去还都挺新鲜 那哪个是性价比 哪个是智商税 你又会怎么选呢 下面公布答案 那个6毛钱一斤的西瓜 那皮很厚 水分很足 但是不怎么甜 那1块钱一斤的西瓜 味道很一般 我感觉里边那个西瓜瓶子 有点不太新鲜了 4块钱一斤的那个西瓜 好吃 没籽 但是你说多好吧 也没有4倍那么好 也没有好4倍那么多 那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不是教大家 把所有的产品都买回家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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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对于西瓜鸡蛋这种日常消费品 全买回家倒是无所谓 电脑数码产品并不适合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发现在挑选 不懂产品的时候 那些产品里面 总会有一款经典产品 比如在买电脑主板的时候 有一句名言 叫遇事不绝迫击炮 比如采用英特尔B660M 这个芯片的主板 有很多选择 从600多块钱到4000多块钱 配置那是多了去了 到底该怎么选呢 微星有一款叫迫击炮系列 它的价格是1000左右 这个系列它的配置 价格都是不错的 华硕也有这个级别的产品 价格也是1000块钱左右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不用考虑太多 遇事不绝买迫击炮 这个系列就对了 其他品类的产品 也有这类的东西 价格不是最低的 配置还不错 销量还很大 价格也不是特别高的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我不推荐买那种极致性价比 或者二手的产品 因为这类的产品价格很低 但不是普通用户能驾驭得了的 除非你对这方面特别有研究 而且喜欢研究里面的产品的参数 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并不是云经验 这类用户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看我的视频 他们知道自己想买什么产品 哪些产品更适合他们 所以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 性价比还是智商税 各位知道该怎么选了吗 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据我了解 绝大部分人 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这些参数的 各位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 关于视频上面提到的PS5硬盘 我的初创里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价格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